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会计的好题特学营的课程 我是蒋蒋老师 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第四章 无形资产相关习题的讲解 说实话无形资产这一章学习起来 它的难度要远远小于固定资产 因为呢一些比较难的理论 比如说分期付款购买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 你实际上在固定资产那一章已经解决清楚了 实际上对于无形资产这一章 它最难最难理解的问题 就是关于自行研发的无形资产 那我想给各位同学提个醒 关于自行研发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 你务必要做到心中有数 因为它和你们后面所学到的知识点是有关联的 所以各位同学啊 一定要打起精神 好好的去学一学无形资产这一章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无形资产给大家整理的第一个考点 第二个考点实际上在上节课给大家去讲到固定资产相关题目的时候 咱们是提到的 就是关于土地使用权 它应该通过什么科目去核算 大家来跟我一起看一下这个表 我们来看 如果企业取得的一宗土地使用权 未来是用于自用的 这个自用呢 可能就是在这个土地上去建造固定资产 也就是厂房车间建筑物等等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所取得的这宗土地使用权是要通过无形资产 科目来核算的 这也是它最常规的一个核算科目 但除此之外就有一些特殊的 假如说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它购买的一宗土地使用权 未来是想要在这个上面去建造用于出售的房屋建筑物 也就是商品房的 那此时房地产开发企业所购入的这宗土地使用权 性质上是不是就相当于是一个原材料啊 只不过我们不这么去叫 所以呢 它从实质上来讲 应该是作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存货来核算 至于核算科目啊 是开发成本还是什么 你不用去管 因为我们筑块考试主要是立足于制造业企业为背景来考察大家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 如果企业外购的房屋建筑物所支付的价款当中 是包括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的价值的 就相当于买了一块 买了一个房子 然后它房子下面呢是带了一块土地的 那此时究竟房和地要不要去拆 你要看啥 你要去看一看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的价值 能不能合理分配 如果要是可以合理分配的话 此时我们要分别去进行确认 反之如果没有办法合理的去分摊它们的价值 这回要记住地随房走 也就是说你要把此时的这个土地使用权 建筑物下面的这块土地使用权 作为固定资产来核算 最后一个就是已出租的土地使用权 或者是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 它将在第五章投资性房地产当中给大家去介绍 那此时这一类土地使用权 我们应该是通过投资性房地产这个科目来进行核算 我相信啊 结合前面固定资产章节的积累 再加上咱们无形资产这一章的深化 等到最后投资性房地产提升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土地使用权的会计处理 它是太简单的一个知识点了 我们来看一下对应的相关题目 只做好题4.1 他说呢 假公司发生的相关交易或事项如下 一经拍卖取得一宗土地使用权 假公司你在该土地上建造一栋办公楼 这个办公楼企业来讲 它应该是作为固定资产核算 那这句话翻译成会计的语言 实际上就是你买了一块地 这块地上呢 是想要去建造你的固定资产的 所以此时这一块土地使用权 我们应该是把它作为无形资产来核算 再来第二 经于以公司交换资产取得土地使用权 假公司你在土地上建造商品房 商品房的目的是为了对外去出售 所以此时你这块土地 它就变成了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原材料了 那么它应该是作为企业的存货 科目啊 你不用去纠结 第三 购入一栋厂房厂房和土地的供应价值 均能够可靠计量 那就相当于是买了一个房子 房子下面带了块地 并且呢 房和地的价值能够合理分摊 此时房是房地是地 这个地呢 就应该把它作为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接着再来 第四个 将原自用的土地改为出租 如果原来一块土地你是自用的 现在想要对外去赚取租金 此时这块土地 它就变成了投资性房地产了 让你不考虑其他因素 夏类客向关于假公司持有土地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A 购入厂房 取得的土地确认为固定资产 它对应的应该是资料3吧 那资料3我们说它应该作为啥呀 无形资产 所以A是错的 再来看B 交换取得用于建造商品房的土地 确认为无形资产 交换对应的是资料2 那资料2呢 它应该是属于存货吧 再来看C 将自用改为出租的土地 从租赁期开始日起 确认为投资性房地产 那前面咱们说了 它应该作为投房来核算 除此之外 大家还需要去注意这个时间点啊 从哪一天开始 确实应该是从租赁期开始日 把它作为投资性房地产来核算 所以C选项 它的表述是正确的 再来看第四个 拍卖取得用于建造办公楼 的土地 确认为固定资产 它对应的是资料1 那资料1 结合前面的分析 它应该是作为无形资产来核算的 所以最后本题应该是选择C选项 难度不高吧 接着我们来看 第二个核心考点 就是在前面给大家说的 自行研发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 首先啊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关于自行研发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 各位同学一定要把这个基础给它夯实 因为它和后面的章节是有关联的 所以呢 你现在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核算 实际上对于自行研发的无形资产 我们在进行会计处理的时候 是把它分成了两个大阶段 三个小阶段 最后会计处理的时候呢 又把它并成了两种情形 首先首先啊 来看一下两个大阶段分别是啥呢 两个大阶段就是一个叫研究阶段 一个叫开发阶段 然后把它分成三个小阶段 研究阶段不动 把开发阶段又做了细分 分成达到资本化条件前的开发阶段 和达到资本化条件后的开发阶段 以前 以后 等到去会计处理的时候 我们又把达到资本化条件前的开发阶段 和上面所说到的研究阶段 会计处理是一样的 都是属于费用化的支出 而达到资本化条件之后 所发生的一系列支出 它们是属于资本化的支出 所以呢 大家可以记住是二三二原则 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会计处理 如果是费用化阶段的支出 那么发生研发支出的时候 我们规及的科目叫研发支出 费用化支出 期末的时候呢 要将这笔费用化支出 转到管理费用里 那相应的支出 它就影响当期损益了呗 但是各位同学啊 要注意 虽然我在经节转 也就是在账上的处理 是把它记入到管理费用里的 但是最后在财务报表列报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列报为 研发费用这个项目 研发费用 接着再来看一下资本化 相关的支出 在进行规及的时候 它也是用研发支出这个科目 只不过呢 明细变化了 变成了资本化支出 等到它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候 那也就意味着 它不是一个半成品 它现在已经可以投入生产了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核算的科目是无形资产 要把它转到无形资产里 那如果它已经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 此时要注意 它后续是需要去摊销的 如果相应的无形资产是和管理啊 或者是销售相关的 那么它的摊销是要进入到管理费用或销售费用 此时它的摊销可能会影响到当期损益 它是可能影响 前面是一定会影响的 这里面需要各位同学关注一下 关于它的列报问题 假如说相应的研发支出 它还没有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但是呢 会计你已经要结账了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需要把这一部分 相当于是无形资产的一个半成品 列报为资产负债表当中的开发支出项目 等到相关的研发活动都彻底完毕了 它形成了你企业的无形资产 此时它才能够列报为无形资产项目 这块大家需要去注意一下 一个是账上的处理 一个是表上的列报 两个层次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对应的习题 先来看一下只做好题的4.4题 类似于一个计算 它问你不考虑其他因素 该无形资产二某二四年12月31日 它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题杆 二某二三年5月1日 甲公司开始自行研发一项非专利技术 属于无形资产 累计发生研究支出是200万元 开发支出400万元 我问你 开发支出这400万元 一定都是记录到资产的成本吗 不是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别和前面那个列报的项目给它弄混 这个开发支出它代表的是开发阶段 所发生的支出 而不是列报的那个报表项目啊 其中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是300万 所以我们相当于是一共发生了600万的研发支出 其中呢 有300万是满足资本化条件的 那另外300万呢 就是费用化的呗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 截至到2023年8月1日 研发完成 形成无形资产 那我问你 8月1号研发完成 这项无形资产 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 那此时这项无形资产 啥时候开始计题摊销呢 啥时候 应该是从二某二三年的8月1号 因为无形资产当月增加 当月就要开始提摊销 假公司预计该非专利技术 可以使用五年 预计净残值是零 采用直线法摊销 直线法实际上就是年限平均法呗 2023年12月31日 该非专利技术的可收回金额180万 那在讲固定资产那张的时候 就给大家提到 如果你看到可收回金额 就要想到这个资产 它要怎么着了 它有可能减值了 所以你得去评估一下 假公司对该无形资产 尚可使用寿命进行复合 预计该无形资产尚可使用三年 预计净残值是零 继续采用直线法摊销 二某二四年年末 该无形资产未出现减值迹象 问你二某二四年12月31日 它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那接着我们就来算呗 首先这项无形资产是二某二三年八月 达到预订可使用状态 并且呢要从八月开始集体摊销 那我们来算一算啊 此时这项无形资产在二某二三年 摊销的总额是多少 应该就是用你资本化的支出 转到无形资产了嘛 然后呢除以预计使用年限是五年 再除以十二这是月摊销额 然后呢再乘以2023年 它记题的摊销月数多少个月 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一共是五个月 算完之后在2023年 它应该记题的摊销金额是25万元 所以2023年我不考虑它减值之前 它的账面价值 应该是300元值 减掉2023年记题的摊销金额25万 算完之后呢应该是275万元 这它有账面价值 由于这个账面价值比可收回金额 180万要高 所以意味着怎么着 减值了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它从275万 变成180万 那中间的这95万呢 我们是需要去确认一个减值损失的 借方借记资产减值损失 借方借记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那接着到24年的时候 它要继续去摊销 既然你继续去摊销 此时 人家告诉你 预计上课使用年数是三年了 所以就相当于是一项无形资产 它的入账价值是180万 然后呢 摊销年限是三年 采用年限平均法摊销 所以每年应该摊销的金额24年了啊 从24年开始 每年应该摊销的金额就是用180万 再除以三年 每年是60万 让你去求2023 2024年12月31日 它的账面价值 我们就应该用180 再减60 得到的是120万元呗 所以最后这套题选A 这个题啊 形式上是在看考你无形资产摊销的问题 但是实质上还是在考你 减值对摊销的影响 减值对摊销的影响 实际上和减值对折旧的影响 是一模一样的 你把前面无形资产那个题 学明白了 那它实际上也不会构成太大的障碍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4.6题 他说呢 2022年的1月 甲公司开始研发一项新技术 2023年1月进入开发阶段 2023年12月31日完成开发 并申请了专利 此时形成无形资产了 该项目2022年发生研究费用是600万元 截至到2023年年末 累计发生研发费用1600万元 其中符合资本化条件的金额呢 是1000万元 按照税法规定 研发支出可按照实际支出的 200%税前扣除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前面 一直在给大家强调 自行研发无形资产 你必须要给它学好 因为它和后面咱们有一张 叫所得税 有密切关联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税法上的知识 问你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各项关于甲公司上述研发项目 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哪一个 A 自符合资本化条件起 至达到预定用途时 所发生的研发费用 要进入到无形资产 对吧 我们是先通过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来经规及 等到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转到无形资产成本里 所以A选项是正确的 B 将研发项目发生的研究费用 确认为长期待摊费用 你去想一想 自行研发无形资产 刚才给你们看了那么大一个表格 它影响到长期待摊费用吗 不影响 我们是要先通过研发支出 费用化支出这个科目来规及 然后呢 期末的时候 转到管理费用 等到最后 财务报表列报的时候 列报为研发费用 研发费用 所以B选项 它是错的 C 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 与其可与税前扣除的金额的差额 要进入到管理费用 这是属于税务上的一个特殊规定 对吧 前面说了 它是可以按照你实际支出的百分之二百 去进行税前扣除的 啥意思 你现在不是从会计上确认 一千万元的无形资产吗 那等到你后面去扣折旧的时候 扣摊销的时候 可以用一千乘以百分之二百 以此为基础去具体摊销 当然你费用化的支出也行 也是一样的 现在你会计上只把六百万 给它进入到了当期损益 但是呢 实际上从税法上 它是可以让你去扣六百 乘以百分之二百的 那你会计上已经扣了六百 我税法上允许扣二倍 那也就意味着在纳税的时候 你可以再给它调减掉六百 这个是属于在后面学习所得税 那一章会给大家去再次强调的 但你要记住 这种情况下 我们只是在纳税申报表上 去进行调整 它不涉及到会计的调整 会计是不调的 所以C选项 它是错的 它是错的 再来看一下D选项 他说研发项目在达到预定用途后 将所发生的全部研发费用 追溯调整至无形资产的入账金额中 我们用追调吗 无形资产 咱们前面说了分成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 然后最后呢 实际上我们给它归拢成是费用化阶段和资本化阶段 无论你前面怎么去处理 无论你前面是把它记录到费用化 还是记录到资本化 等到我这个项目真正研发完毕之后 之前已经记录到费用化的那些金额 是不能够回转至资本化的 我也不需要去进行追溯调整 一般我们追溯只和会计差错 或者是会计政策变更有关 那你这种无形资产的自行研发 它既不属于差错 它呢也不属于政策变更 所以它是无需去进行追调的 所以递选项它也是错的 也是错的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三个考点是关于无形资产的后续处理 无形资产的后续处理呢 主要就是考你无形资产的减值 和无形资产的摊销 特别是近两年啊 对于无形资产后续处理当中的摊销问题 特别容易考察多选题 而且呢 是文字性的多选题 所以如果你在去审题的时候 遇到一些文字性的选择题 自己没有思路 那就证明这块是你的短板 你需要加强联习 我们来看一下对应的知识点总结 分成两类无形资产 一个呢 是使用寿命有限的 一个是使用寿命不确定的 如果你是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 我们先来看一下总的原则 第一个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 我们需要在使用寿命内 按照系统合理的方法来进行摊销 什么叫做系统合理的方法 它并没有给你指定为 只能采用直线法 也就是说后面一旦出现加速摊销的情形 那此时你是可以进行加速摊销的 只不过呢 无形资产的摊销方法 没有像固定资产折旧方法一样 给你明确 说一共是有四种 但是一定要注意啊 这块也没有完全指定成 我只能采用直线法 或者是年限平均法来继续摊销 接着第二个 摊销方法呢 应当反映经济利益预期的消耗方式 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 是可以以产生收入为基础 来进行摊销的 这条啊 大家简单关注一下 因为它和固定资产那块呢 形成了一个对比 因为固定资产的折旧 是绝对不能够以 所产生的收入为基础 来继续折旧的 但是无形资产这块 给你开了一个口子 这个口子呢 一般来说 是和黄金的采矿权相关的 黄金的采矿权相关 要注意 也就是说 部分无形资产 它是可以采用 以收入为基础的原则 来进行摊销 第三个 无形资产 从它摊销的时间上来看 是当月增加 当月开始提摊销 当月减少呢 当月不再摊销 具体的会计处理 分摊原则和固定资产 这就一样 谁受益 谁分摊 和谁有关 就分摊给谁 第二个 如果没有办法去确定 预期的消耗方式的 我们采用的是直线法摊销 这个和后面啊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这会儿同学们特别容易弄混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我们是不摊销的 但是如果你是没有办法去确定 它预期的消耗方式的 我们要有摊销 只不过摊销的方法呢 我准则给你明确了 你只能采用直线法摊销 所以这一块的括号二啊 和后面这一块 你一定要对比着去记忆 再来 第三个 与生产产品相关的无形资产摊销 要记入到相关资产的成本 它也是体现谁受益 谁分摊 通过制造费用 这个科目来进行核算 第四个 持有代售的无形资产呢 是不进行摊销的 它和持有代售的固定资产是一样的 因为它的本质是流动资产 那刚才给大家说了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相当于是你分母没有办法去确定 所以此时呢 我们是不贪销的 但是由于这一类资产 它所给你企业带来经济价值的不确定性 还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需要对其定期进行减值测试 定期进行减值测试 我们来对应看一下相关的题目 来把前面的知识点呢 做一下强化 先看只做好题 4.7 它问你下类各项 关于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哪些 A.无法区分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的支出 应当记录哪啊 是不是当期损益啊 而非无形资产成本 所以A.它是错的 B.使用寿命有限且存在残值的无形资产 在持有期间至少每年年末对其残值进行复合 这是对的吧 因为我们再去评估固定资产的残值 无形资产的残值 它都是属于一项会计估计 那既然你是属于人为的估计 就有可能会出现不准的情况 所以我们要定期对其复合 B选项 它是正确的 再来看C.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只有存在减值迹象时才进行减值测试吗 不是的 我们要定期体检 因为它的价值风险有一点高 定期体检 所以C它是错的 再来看D 无形资产达到预定用途前 为推广你用其生产新产品发生的支出 进入无形资产成本 它实际上就是在说推广支出 是不是 推广支出从本质上来说 是属于一种营销活动 那营销活动我们应该把它进入到当期损益 合算科目呢一般我们是用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 所以D选项它也是错的 最后呢本题应该是选择B选项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十题 它问你下类各项 关于无形资产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错误的有哪些 A.外包无形资产开发活动 在实际支付价款时 确认为无形资产 你别管形式是外包还是自研 毕竟你这个无形资产现在还是处于开发阶段 开发阶段也就意味着它没有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你没有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你怎么能确认为无形资产呢 所以啊 这块不是在实际支付价款的时候 而是应该在达到预定用途的时候 所以A它的表述是错的 错的呢你就得入选 再来看B 无法区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支出 要全部费用化 进入到当期损益 这个选项刚分析过吧 它的表述呢 是正确的 不选 再来看C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只有在存在减值迹象时进行减值测试吗 不是吧 咱们说要定期体检 和前面那个题啊 选项是重复的 再来看D 在无形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 为宣传新技术发生的费用 要记哪 也是上一个题考过的 要记录到当期损益销售费用力 所以D选项表述也有问题 那表述有问题呢 我们就得入选 所以最后这条题让你选错误的 错误的 那就应该是选A C和D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本章的最后一道小题 他问你下列各项 有关无形资产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哪些 A 企业内部产生的品牌 不应当确认为无形资产 这个对不对呢 是正确的 原因在于 企业自行啊 内部所产生的这种品牌 一个是它的价值不确定 价值是不确定的 另外一个呢 给你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流入的价值 也是不确定的 那实际上它是不满足 资产的确认条件的 因为资产在确认的时候 需要满足 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呢 是与之相关的经济利益 要很可能流入企业 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成本 要能够可靠计量 哪个都没满足 所以它是不能够确认为无形资产的 人家说不应当确认 表述是正确的 再来看B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 取得的可单独辨认的无形资产 在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时 应当确认为无形资产 这个呢 对应的是咱们第27章 合并潮报表的内容 你现在可以简单的了解一下 因为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或者这么说啊 在合并潮报表当中 对一项资产或负债的确认条件 它会相对来说比较宽松 刚才说了 正常我们单独从企业的角度上来看 你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才能够确认为资产 一个是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 另外一个呢 是金额能够可靠计量 但是在合并的角度 只要你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 我就可以把它确认为一项资产 所以合并潮报表 去确认资产和负债的时候 它的条件会更为宽松 这个等到第27章的时候 各位同学会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认识 所以你现在不明白 不理解 也无所谓 这是B选项 它也是正确的 再来看C 当无形资产预期 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时候 应当转销其账面价值 并记录到当期损益 你都不能给企业带来经济价值了 那此时你就会变成 企业的损益了 所以C选项 它是正确的 一般这个损益类的科目 都是通过营业外支出来核算 再来看D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 在计算贪销额时 应当考虑净残值因素 如果有净残值 你当然要考虑了 如果没有 你也不用去考虑 所以人家说了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 在计算贪销额时 考虑净残值因素 它的表述是正确的 所以最后这要题 A B C D 四个选项都应当入选 好了 那到现在为止 无形资产这一章相关的题目 也给大家分析完毕了 希望各位同学 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去做题 认认真真的去做复盘 这样你在前期 就可以把这些基础资产章节 学得很牢靠 等到后面你们去进行提升 比如说学到长头 相关的合并 金融工具等等 这些章节的时候 就不至于说 因为前面落下了功课 导致爬坡的时候 过于费力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